一级 老贾 我不是说你了 今天你付出多少 明天苏星 十倍 五十倍地帮你赚回来 你看吧 如果低于这个价钱呢 就算苏星同意 我也没有办法跟公司交代他 只能等着下次合作了 别别别 皮特哥 只是您 您出的这个价钱吧 太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这样吧 只要我们合同一签 我在公司的艺人里啊 找一个能带话题的 和苏星一起打包过去 你说的不会是朱莉吧 朱莉那么多年 都一直不温不火的 我们啊 还是想要一些新的面孔 苏星可是他的师兄 懂吗 你记住 这是苏星的处女真人秀 你知道外面 多少人开了 比这更诱人的价格 我们都没有同意 行 那就那么着 没用紧 你们协调一下苏星的时间 我们想提前录一个VCR 好 等一下啊 我给你看看他的时间啊 好消息 苏星后天又当期 但是坏消息呢 他只有上午用时间 那祝咱们合作愉快 就这么定了 苏苏 哪儿不舒服吗 你试试你每天半夜 你睡一大早醒什么滋味 来 喝咖啡 算你的西服呢 怎么不穿啊 不喜欢啊 哪有啊 你送的西服要格外珍惜啊 这是一会儿的采访内容 你就照着回答就行了 好 亦德 来了 星哥 怎么样 沟通好了吗 随时 随时 好好好 来 请坐 请坐 星哥 我们就问您几个问题 您只要耐心地回答就行了 好 好 准备好了 思线那边 好 星哥 我们这些问题呢 都是在微博征询的 您的这个影响力巨大 没想到这一夜之间 十几万的粉丝回复啊 我们摘出来几个问题 第一个 听说您这个天生的激励就惊人 跟您合作过的导演 都对您过目不忘 是赞不绝口 这是不是真的呀 激励惊不惊人呢 我不敢确定 但是你告诉我一句台词 我就可以告诉你 我拍过的哪部戏 哪一集 哪一场 厉害呀 星哥 第二个问题啊 您担不担心 别的嘉宾抢了您的风头啊 这毕竟是您的综艺首秀嘛 能抢我风头的嘉宾 我估计您应该遣不来 因为他根本就不存在 星哥还挺幽默 那这第三个问题 您对什么样的女性 特别感兴趣 老江 这个问题太隐私了 我们拒绝回答 还有 你之前也没有提报啊 我对什么样的女孩 感兴趣不知道 不过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 我不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首先就是 在家睡觉不老实地 比如想不整 洁癖 在我看来就是交集 还有一点我最不能容忍 不跟我沟通 就自作主张的 有那么一点自以为是 还有那么一点蛮不讲理 苏老师 您说的这些 都是和生活习惯有关系的事情 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呀 等一下 等一下 二位 咱先停一下 苏苏呢 想上个厕所 你怎么知道我要收到厕所呢 我当然知道 你喝这么多水 走走走走 我慢点 我不想收到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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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来 来 快 走走 过来 干吗呀 我这聊着开心着呢 你跟你跟你聊什么呢你这是 我没聊什么 我聊我真心话呀 什么呀 行 行 行 你干吗 先别过去 苏苏 你听我说啊 你就别跟我较劲了好不好 我答应你 等路完真人秀 我给你放假 你说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这是 我没跟你较劲 我说的都是 你觉得我说的有错吗 你应该这么说 我应该怎么说 贾老师 星哥说的和他工作人员 跟我们说的不太一样啊 所以啊 被拉走在教育去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艺人好对付 经纪人最难缠 如果薛总要是问起来我 续约的事的话 那我就跟他说 不如我换个经纪人试试 别别 苏苏 你别闹啊 咱们俩这么多年了 有谁有我了解你的 再说了 你要是换一个新人 凡事还得重新教他 麻烦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 那你应该很了解 我最不喜欢 别人教我怎么说话 好好好 好 你就开开心心地 做你自己 好吗 开开心心做自己 说得我都感动 四哥 晚上收工以后 我约了魏总 晚上我回秘书陪我妈 四哥 我知道你是个孝子 但是呢 你和驰星汽车的新一轮合约 一直没有签下来 我还听说 舒小佩趁机推陆一伟呢 你和驰星汽车的新一轮合约 陆一伟 就凭他还想跟我争 这话不就这么说的吗 这不自不量力吗 我还听说啊 这次节目呢 也邀请了陆一伟 到时候录节目的时候 你给他点颜色看看 好处 好处 方鹏 你过来一下 我有事要问你 我今天去婚欠公司结账的时候 发现这张卡里面的钱被动了 我总觉得你最近怪怪的 没 没啊 也不是说你不能动卡里面的钱 因为这钱是我们一起攒的嘛 不过你也要先跟我讲 你把这笔钱拿去干嘛了 小艾 我发现 我就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你闪开点 我本来想在结婚前一天 送给你的 没想到你就是聪明 什么毛孽都瞒不过你 送给你 什么 我看见你 那天我看见你看到这副 耳环走不动道的样子 所以我就知道 你们打心眼里一定是喜欢 我想让你戴上它 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新娘 所以我就 身作主张了 你真好 对了 这里呢 有几个信封 这是供货商的钱 你先去给他们送过去 结婚前我想把账都给结了 人家来喝喜酒 也开开心心的嘛 可是他不 别误我我了 记得 我还有事要先出去一趟 有几个长辈的情帖 我要亲自送过去 你呢 就好好顾店 记得去送钱啊 我过来一下 我过来一下 素素 休息一会儿 咱们就去见魏总啊 没事了 回去早点休息 这个 进来 皮特哥 来了 齐悦 素素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们公司 新签的艺人 叫齐悦 她这回呢 会和你朱莉 一起参加真心秀去 星哥 您好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健身房 你啊 我们在监视房见过 那既然是熟人了 那就不用多介绍了啊 齐悦以前啊 就是模特 没赶过这行 以后你得多带带她 会喝酒啊 还行吧 正好 一会儿带她一起 老魏那个酒鬼 我一个人可扛不住 好 你都开口了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去吧 星哥 服装组那边 让你去试一下 明天活动的衣服 等你啊 齐悦 今天给你上的第一堂课 就是不要随便把机会 分享给别人 怎么了 玉婷 她今天是不是会很晚 才回来啊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我就是想求你 带我去你们的心房 看一眼 你这是何必啊 玉婷 我就是听说 你们心房 布置得挺漂亮的 就是想去看看 看了 我就死心了 我会祝福你们 白头歇老 玉婷 老师 你 你别这样好吗 我不管你行不行 我向你发誓 我真的有好几次想提出来 跟小孩分手 可是我 我做不到呀吧 你也知道 我们俩从小是一块长大的 我当初就在我学厨师最苦的那几年 就是她一直陪在我身边 为了开那个方家菜馆 她拿出了她所有的积蓄 所以我 这些我都知道 彭彭 我从来没有想过 让你为了我 跟小爱姐分手 知道自己不如她 你自己不认识 慢点啊 玉哥 合成这样 行了 清平 把齐悦放我车上 一会儿我送她 好 慢点 扶一下这儿 玉哥 苏苏 你看齐悦像不像当初的你 不都这么熬出来的吗 是 但有多少和你同期的 到现在都没熬出铜呢 明天一早呢 我会到真人秀的现场 打点一下 我送齐悦 一会儿让清平送你回家 我要去南方录一个真人秀 今天抽空回家跟小布丁玩 他居然开始嫌弃我表演孙悟空 他原来很喜欢 看我耍棍子打妖精的 他长得真快 他真爱 现在是一天一个样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白明明路上千万看慢点啊 放心吧 哥 别搞砸了啊 好嘞 走了 晓艾 你快点啊 他们快过来了 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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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世界就是你 到哪里都有这么多个粉丝 不离不弃的 不像我 我这都回自己老家了 一个粉丝都没有 有啊 我 我就是你的粉丝 不 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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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哥终于把您给拍来了 快快快 快坐快坐快坐 这一路都辛苦了啊 小搜 这儿的条件有限 在你来之前呢 我按照咱们的要求呢 让他们进行了调整 这些查局啊 都是新换的 你要有什么需求呢 直接跟他们说 对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的节目主持人 马子宇 星哥好 皮特哥好 对了 星哥 您之前上过我 另外一个音乐节目 当时啊 就聊到你特别喜欢 Bob Dylan85年的那张专辑 帝国讽刺剧 我给你啊 找了一整套他的全集 你看看 一直没机会给您 这套专辑我找了好久啊 谢谢啊 你喜欢就好 我也是您的粉丝嘛 这都是应该做的 对对对 星哥 我这次来呢 把咱们的距离说一下 因为咱们是录真人秀 到时候皮特哥 您就不能出现了 还有啊 咱们开机之后 比如什么钱包啊 手机啊 都不能带到现场来 那怎么行啊 老贾 那速度安全怎么保证啊 吃不好睡不好怎么办 受伤又怎么办 小点儿说 不是 皮特哥 咱们的签的合同里 不都写得很清楚了吗 你就别让小弟为难了 好吗 不是 老贾 就不能为我开个特例吗 这可真不行 好吧 好 谢谢皮特哥的体谅 那这样 一会儿呢咱们先吃午饭 一个半小时之后 咱们正式开始录制 您就先休息休息 我们就先出去 好 谢谢 好 好 待会儿见 走 好 等会儿 你说是什么呀 水镇最好的饭店 提供的套餐 那这次节目录制 就拜托你了啊 好的 谢谢老师 那个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你去准备 好 拜拜 拜拜 毛云的经纪人来消息了 说他的飞机延误了 现在在机场等着呢 没事 还有时间 咱们再等等 等一下 你是 我来给苏星送饭的 房家菜馆的 是 我们现在改名家爱粉站了 我能看看吗 可以可以 果然是水镇最好的饭馆啊 这菜色真不错 我想苏星一定会喜欢的 麻烦你了 不会 喂 你好 我来送餐的 那麻烦你放在客厅的桌上吧 好 等一下 这是什么 设计组没跟你们说 星哥不吃香菜吗 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co和小飞 答案 就没关系 你 一件事 一件事 有 老年 都 同 诚 就是 好 没有 离开 老年 这都算我的 星哥 这个老板娘好有个性哦 子曹 你想吃什么 我让签点给你买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出去 我想一会儿歇会儿 行行行 好好 那你歇会儿啊 这是我们最后的工作 把这个分类一下 大的跟小的 都收拾好 您好 请您多多关注我们苏苏 你是苏星的粉丝啊 我劝你 在她还没有露出真面目之前 赶快远离她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她 你扫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爱心团的应用程序 您有时间可以上去多看一下 对您了解苏苏 会有很大帮助的 我还真需要多多了解她 谢谢啊 但我和 opponents 我换阳 让她的 imposed 那种工作人员 踏剑的人 他们的指board 一定要上 dissolve 算了 是我们自己疏忽 没事先问清楚 我是想说这件事情 明明可以商量的 何必要这样 你下回家会要注意一点 有什么忌口都要提前问 我知道了 我去准备米饭了 星哥 起床了 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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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来 星哥 怎么了 快点 小布丁 这儿好看吗 好看的话叔叔回头带你来玩啊 特别好吃 真的 我上次出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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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能来家的 对呀 我上次出锅了 他特别好啊 可不可以了 我都不行了 我都没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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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姐 排队等什么呢 小爱的米粉出锅了 米粉 就为了碗米粉 你排这么长顿 小伙子 你是外地来的吧 对 我跟你说啊 小爱的米粉 说不得立绝 你哪儿都吃不到 这么够味的米粉 你要是来那儿一趟 不吃一碗小爱的米粉 那就跟没来一样 本来呀 是小爱每天早天 出锅一百份 今天有事担当了 改正公务 这你他有口服 能尝着呢 听你们这么一说话 他真想尝一尝 我啊 就是第一百个 我怕搞祸 我都数了好几遍了 今天你还是吃不着了 这么着 明天过来碰碰晕见 大叔 您太天真了 哪有这么阳格的规定了 告诉你 这就是饥饿营销 只要有钱 肯定能吃 我不信您看看 那你去排队 这不算你去排队 来 知名 好 您好 你去排队 都是在饭 然后我们就要释 kilo 你好 不好意思啊 今天已经卖完了 明天清早啊 你不是 我就要一份 一天一百份 多一份都没有 那你这手里什么呀 你是故意的吗你 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行行 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吃粉 你是干什么吃的 这晚会恢复 一个大坑人在你眼皮 你一天不见了 对不起皮特哥 是星哥说要休息一会儿 他说到点了 我去喊他就行 谁知道他不在房间里 星哥会不会被绑架了 星哥 别打 超胡说啊 可是马上就要录影了 如果星哥还不回来怎么办啊 撒手 镇定 你先给我到楼下看看 把气息再检查一下啊 辨识 姜老师 出事了 行 就这样了 好的 怎么了 王云的飞机到现在还没飞呢 还没飞呢 说是一直处于航空管制状态 他人也在机场等着 可是飞机就是不飞呀 老贾 皮特哥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这是个意外 我们也没想到 我跟你说 老贾 我们苏苏联装的话好呢 你不会告诉我 我们今天拍不了了吧 皮特哥 事发突然 我们真的没想到有那么严重呢 老贾 我不想听到你的没想到 我只想知道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我们苏苏的时间异常的宝贵 耽误一个下午我无所谓啊 就怕你们拍摄完不成 是啊 苏苏后面的工作已经排得非常满了 多一个小时都不会给你的 我知道 况且我们苏苏是非常敬业的 从中午开始就看剧本对流成的 你要早说拍不了 我们何必这么辛苦呢 是 皮特哥 这样 你相信我 好吧 你先想想起 咱兄弟俩就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事我能解决 老贾 兄弟归兄弟 工作归工作 看着办吧 好好好 皮特哥 辛苦啊 这样 动用一切能用的资源 赶紧再找一个女明星过来 贾老师 去哪儿找啊 姐 你来了 我都想你了 你给我呆什么好吃的啦 给你炖了点汤 还有做了点家常菜 太好了 给你放哪儿 那那边吧 我最想念你给我做了饭菜了 是你姐夫给你做的 姐夫啊 姐夫也行 妈 好香啊 筷子 筷子 对了 你们那个苏星的随从 也是你同事啊 随从 哪个随从啊 就那个矮矮的 胖胖的 头发特别高的那个 我说皮特啊 她是我经纪人 她知道你这么说 她不得气死 总之啊 她这个人装腔作势 苏星明明就不在房里 她还睁眼说瞎话 你怎么知道 我师兄不在房里啊 她去我店里吃米粉了 她去你店里吃米粉了 那 她说米粉好不好吃 她来晚了 我早卖晚了 没吃上 姐 她是苏星啊 她只要说一句好吃 别说我们这声了 就是全中国 都知道我们家米粉店了 到时候就火了 我才不在乎呢 像她这种目中无人的人 我才不想理她呢 不可能为她开小灶的 服了你了 对了 姐 我千叮宁万嘱咐 让你给我安排好安排好人呢 我回来一个粉丝都见不到 我得脸面往哪儿搁 你不是打电话给我 叫大家不准乱讲话 都躲得远远的吗 我特别交代了 大家都躲起来 怎么样 米婉 不愧是我亲戚 你们厕所在哪里啊 我去一下 那里边 你慢慢吃啊 我吃了 真的 你这是谁啊 来了 师兄 你回来了 你怎么让我出去了 听你说的呀 你出去干吗了 我吃了 没吃了 怎么了 朱丽 你行啊 我伪着你哥经常给开小字 你都回老家了 不把这么香东西分享给我 好吃吗 好吃吗 那我表姐做的 你要是喜欢吃的话 我让她天天炖炖给你做 说好了啊 孩子得吃点好的 不然我的气死了 怎么了 今天我碰见一个女生 不管是在她剧组里 给我配菜也好 还是我把她饭店里 去点菜也罢 差点没把我气死 再怎么说 这餐饮行业 你算是服务行业吧 是不是应该多少 有那么一点服务意识 没有 算了 小地方就这样了 不可能 我们这地方的人 最大的特点就是热情浩克 肯定是你乱说话 把人家给得罪了 不是吧很有礼貌 可能是我的错吗 就是那个女人的错 我告诉你 这我从来都没见过 这么蛮横不讲理 霸道自以为是的女人 老女人 苏星你别太过分了 谁给你这种权力批评我 批评我们小镇的 你怎么在这儿 你没认识 这 这是 这是我亲表姐 随小爱的 说我自以为是 你是有多谦虚啊 蛮横无礼 今天明明是你对我送过来的菜 一点客气的意思 都没有直接翻脸 你好意思个人先告状 像你这种四体不情 无谷不分 对别人只会忽来喝去的人 凭什么批评别人 凭什么批评我们小镇 姐姐 别说 初恋 不用这样的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难道就不应该 对给你出钱的金主 礼貌一点吗 无论是谁 都应该要互相尊重 大家只是工作的岗位不同而已 你当大明星了不起啊 哪一天你遇上天三人祸 周围的人都离你而去 你靠什么吃饭 你靠脸吃饭吗 我奉劝你一句 别仗着自己是大明星 就目中无人自以为 是无耻啊你这种人 姐 你别 出去 立刻 马上先在保安 该出去的是你吧 这是我妹的房间 你一个人在女生房间干吗 而且谁对你吃我的菜 我跟你说这里面 通通都是香菜 阿玉 理解是吧 服 贼服 不必 这个事情乱烫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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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了 我姐人不坏了 她就是比一心一大好 真要 孙晓艾 干吗 这是我辛辛苦苦 就来的工作的机会 你是想跟我搅黄了是吗 是她欺人太甚 做人要有德行 这是连小学生 都知道的道理 这么多人喜欢你们追捧你们 结果你们给青少年 带来什么影响 嚣张 跋扈耍大牌 如果这种人都可以称明星的话 我只能说她不配 你干吗 你跟机关枪一样说完你就走了 你也给我留点说胎子的时间 好不好 你不会有帮她教训我吧 我哪敢啊 你给我两个胆子我也不敢啊 姐 你们两个吵起来 你说我帮谁啊 我帮谁都不对 而且如果因为你 武功师兄 产生什么误会的话 我给你试吻 是她欺人太甚了 姐 我求求你了 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 她就是你喜欢好多年的那个 就是她 你瞎啦 这种人你也喜欢 那你呢 你喜欢放胖什么呀 她做事认真脚踏实地以前 还是我们的校草 她要的都很好啊 好好好 你说的都对好不好 姐 我求你了 你忍一忍 过两天她就走了 等你结婚的时候 我给你帮个大大大红包 好不好 姐 希望她 我不跟你说了 你快吃饭吧 都凉了 嗯 别吃了 都糟了 全热了 你 你看到我师兄的话 绕道走啊 别跟她起冲突 哪儿来的这种期盼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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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个送饭的 你可不能因为这种人 气坏自己的身体啊 素素 我还有事情要回去处理 你可千万不能再乱跑了啊 清明 你给我盯好了啊 还有 听好了 清明 你一定给我严防死守 就刚才那个泼妇 不能再靠近 松松十米的范围 听见没有 知道了 回去看一下吧 来啦 星哥 星哥 不好意思啊 因为这个 王云的这个航班 出了点问题 咱们下午不能正常录制 这样 咱们先把这个 分阻的画面拍了 好不好 想赶紧拍吗 皮特哥 按照规定 您跟助理 那我把这事给忙了 行了 那你照顾好 我们速度啊 放心 那我先走了啊 好 这个 恭喜你啊 老板 明天方家菜馆 就正式云业了 也恭喜你啊 老板娘 对了 这给你 小艾 这明明都是你的钱 怎么会写上我的名字呀 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啊 有什么差别啊 而且我不是答应过你 我一定会好好地帮你 实现梦想的 更何况 我也想好好经营方家菜馆 等结婚证下来后和房产证 我会压在我们新房的床底下 我们要加油 这些钱要都是我的话 我一点都不急 问题是这些钱都是我管别人借的 现在人家追着我屁股要掌 你别急 我有内部消息 再放几天 有一次打仗 到时候你能分配拿到钱 之前答应你利息 不是都拿到了吗 老房 老房 你手上要是还有钱的话 赶紧下去来 和你劳一笔 再撤 看你是朋友 我再告诉你 你干吗呢 我没事 我收拾收拾 你怎么了 小艾 没事 准备给剧组那帮组组们准备晚餐 星哥 你看啊 我们节目组特别准备了三种水镇特产 有四马小烧 还有花布鞋 还有具有水镇风情的小红灯笼 每一种呢都代表一个女嘉宾 那你可以选择一种 然后其中呢 上面写的女嘉宾的名字 就会成为你的队员 那刚刚的陆一伟呢 已经选了这个小红灯笼 那潘嘉宁就成为了她的队员 现在就到您选了 王云 缘分 看来我跟王云一组 观众朋友们拭目以待 今天总算结束了 小小姐 我怎么不吃米饭啊 过两天就要去婚纱店订装了 我怕穿不上婚纱了 我怕穿不上婚纱了 玉婷 你怎么也不吃米饭啊 最近没什么胃口 帮我装一下 小艾姐 你好好吃吧 我反正也不吃 我帮他们盛就好了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你要是太累的话 明天就别来上班了 我可不想我的伴娘病倒 不会的 你结婚的时候 我一定会在现场 见证你们的幸福 你吃点这个吧 这是我昨天腌的 特别好吃 我最近不想吃辣的 你不是最喜欢吃辣的吗 可能是胃口变了吧 也到了该养生的年纪 我吃饱了 我去给剧组准备宵宴 你们慢慢吃啊 方鹏 你去帮玉婷熬点粥吧 我觉得她可能胃不太舒服 我吃饱了 我去给剧组准备宵宴 小薇 这几天呢 您就做他们两个的助理 不管是生活上 还是录节目的时候 都要照顾好他们两个 好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随时给我打电话 放心吧 皮特哥 我一定会好好做到 助理的本分 好 姐 明天就要录节目了 该拼拼 该让 一定要让 好 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 懂吗 懂 没问题 务必要保障好 苏苏的安全 她和那个陆一伟啊 是老冤家了 这回贾长安 把他们两个凑在一起 分明就是想看好戏 绝对不能给她机会 我最后再强调一遍啊 每个人 务必把自己那摊事 给盯紧了 我不想听到 任何一个明星的投诉 还有你们后期 只要素材一出来 马上带到剪接房去剪接 大家都记住我的话了 来 咱们再捋一遍 贾老师 我给大家送夜间来了 先到这儿吧 带大家去吃饭 先 过来吧 慢点 慢点 贾老师 刚刚王云的经纪人 打电话来说 说王云在机场 等飞机的时候 吃了点快餐 结果上吐下泄的 去医院查了一下 说是急性肠胃炎 这下可彻底来不了了 怎么办呀 贾老师 该联系的都联系了 没有一个送口的 还不是因为钱太少了 能 能不少吗 这大头都让苏欣 一个人拿走了 这些还都是额外加出来的呢 可是那点钱 请个路人还差不多 贾老师 我不是那个 不 就你刚才上去说什么 我说那点钱 只能请路人 对啊 咱们就找路人 我听他们说 这个水镇的镇花特别漂亮 我还想明天有时间去见见他 要是觉得合适呢 就跟他签个经纪约 那个姑娘您今天都见过了 哪个 就是送盒饭的那个 小孩 不错 不错 条件不错 你赶紧去联系她 可是那姑娘 如果不愿意来怎么办 给钱呀 只要钱给到位了 我就不信她不来 这笔钱 要是放到明信眼里 那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她一个 做盒饭的姑娘来说 那可是笔大叔 真给钱啊 可不可以想关你什么事啊 这事啊 还真跟我有关系啊 您知道您刚才说的 那正方是谁吗 那我女朋友 而且是我未婚妻啊 这小地方 就是有小地方的好处啊 想什么来什么 这样 按这个数 只要合同一签 我马上给你百分之五十 能不能一次性负金 想什么呢 我没干 先把钱都拿了 有这些好事吗 那您能算整天吗 你做得了她的主吗 在这个镇上啊 她只听我一个人的 好 好 那就那么说定了 合同签了 钱拿了 不许反悔 否则 你五倍赔给我 乔老师 您就等我的好消息 她只会跟我说